我的手真的好肥啊 今天有多喜好 这一下我就透了 这你要吃的吧 一杯上路上 一杯不上路上 OK 这一杯上路上 好嘞 最好嘞 好嘞 谢谢 好嘞 谢谢 谢谢 恭喜你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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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第一 女士第一 我的手真的好肥 干杯 干杯 嗯 好喝耶 这这个都是Protecto 从气泡种 我知道 你不喜欢那种 我知道 但这个蛮好 这个不是不喜欢吗 今天有多喜欢 照片 照片 或者视频 都可以 非常好 因为 今天就会有关 可以 我怎么会有关 我们可以看到 我 今天就会有关 这下一个 我今天就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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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ok的 他只是在从侧边看才是房头盔 这样看不到 其实这样就看得到 这样看得到 这样看得到 我们搬新家了 现在都是空的 然后我好喜欢这个白色的厨房 虽然本来想要那种独立厨房的 但是这个open kitchen很好看 我们这个小区这边还可以看到 一些海景 还有山景还不错 我喜欢这套房就是我觉得 它的光线很好 现在是完全没有开灯的情况 而且这边这个角度 它其实是背光的角度 然后换一下试一下 反正看着白嫩不少 然后最近狂长痘痘 太辛苦了 最近经历了很多事情 从深圳到香港 本来可能要去 旧楼就是因为要拍视频 所以一定要住新楼 这里它不是最新的盘 但我会喜欢就是住过一两年的 因为这样子 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些甲醛 就被别人吸掉了嘛 所以感觉会更安全 然后我穿得很邋遢 因为本来今天是想要过来打扫的 但是没想到 就这个房子被打扫的已经很干净了 那是我们带来要清洁的东西 哦 马可你要把我的集运搬进来啊 对对对对对 我在拼多多 还有淘宝买的一些集运已经到了 这都是零零碎碎 但是我们忘记在剪刀了 你快点去把它拿进来 快一点 我要生气了哦 那我们要赶紧去 我们的家具明天会紧 啊 再翻一下就好了 OK了 OK了 很重的很重的 大家理解一下很重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下楼去 好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下楼去 吃点东西吧 拜拜 然后现在呢 就来跟大家一起护个敷 卡一下发卡子 洁面的话 我最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 C咖洗面奶 这个我男朋友也很喜欢 他就是洗完澡就扔在浴缸那里了 然后他这个双管的设计是很特别的 里面的氨基酸呢 就可以温和的清洁 然后还有搭配 白泥就可以清除防晒的沉磨剂 而且就不会太刺激 我最近其实很少化妆 白天的话就是涂个防晒隔离 然后晚上就会累到不想卸妆 那我就会用这个C咖的洗面来直接把它洗掉 它这边是有三种挤法 挤头部这边就是白色的氨基酸洁面多一点 清洁力会小一点 但是非常的温和 中间这里的话就是氨基酸和白泥1比1 日常的话可以用这个卸掉你的防晒隔离是没问题的 然后尾部这里的话就是出比较多的灰色白泥 清洁力会更强 我最近就是不停的打包收拾 其实用这里会很合适 因为白天我的皮肤真的吸太多脏东西了 需要一些那种深层的清洁 来洗一下 这里虽然就是这个灰色的白泥会比较多 但是它的泡沫还算是蛮丰富的 然后上脸是很温和舒服的 完全不会让眼睛 洗完也是觉得皮肤还蛮保湿 就是完全不紧绷很舒服 这下我的头疼 就是感觉它非常适合混油皮油皮还有懒人 那我们这几天都是在收拾行李嘛 他就是和我说用这个洁面 然后喷个喷雾再涂个lotion 好像一整天都很舒服 那这个洁面的话就是我跟他一起分享着用的 然后呢我们共同的一个护肤步骤 就是洗完脸喷一下喷雾 我最近用的是这个大葡萄他们家的这个喷雾 我觉得我用过的这种包装的喷雾里面 最有补水效果的就是大葡萄他们家了 我柜子里面还有好多囤货 就是之前还在深圳的时候 那时候佳琪刚刚回归 然后有好像180吧 有三瓶真的太划算了 然后当时我就买了 一路带过来 简单补水一下 因为就是最近皮肤状态不是很OK 所以我的护肤也会比较精简 主要就是补水去豆 然后再上一个精华 其实是我在小红书体验站森林到的 威诺娜的这个乳糖酸青豆精华液 这精华液也是我最近用下来还蛮喜欢的 就是我脸上的这几颗豆豆 其实是现在是12月初嘛 就这几颗豆豆是我刚来香港的时候 11月20多号长的 其实长完这三颗之后 我就一直在用这个青豆精华液 好像我的脸上就没有再长痘痘了 除了就我这几天又吃辣了 好像这里又要冒一颗 应该是姨妈豆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它青豆的一个效果还是在的 还有就是它这个肤感很好 它是一款流动性很强的一个精华液 我们看一下 上脸也是那种很水润的一个质地 但是呢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就这款精华液在早上使用 因为它上脸很舒服 但是过了一会儿 像吸收了之后 你会觉得有一点点黏 然后我如果早上用它的话 我有试过就是在上妆会搓泥 所以我会在早上的时候用 再涂一个皮薄的这个舒缓修护霜 这个修护霜是我最近就是收到的 然后使用下来我好好喜欢 它这个修护霜 对它是那种比较清润挂的乳液 就不像其他那种修护霜会比较厚重 这个会比较清润一点 因为毕竟最近长痘嘛 所以我想要就是护肤品尽可能的轻薄一点 然后再涂一个这个东边野兽的眼霜 这款眼霜我很喜欢 因为它这颗头就是很重 所以它可以很好的站在那个洗手台上 不会冻到戏外 然后呢再涂最后一个 这个是曼秀雷敦的一个痘痘膏 就它可以加速你痘痘的爆发 就是如果你本来已经有痘痘了 然后它会让它爆发的快一点 那好的也会快一点 所以呢我这里有一颗痘痘 这里也有颗 给它涂一下 但是我大家要注意 就你在用这一款去痘膏的同时 比如说像我是晚上用嘛 那我早上还是会搭配VC产品的 就还是要注意痘痘的问题 因为我有看不少人都在说 它去痘的一个效果是很好的 但是它会比较容易留痘痘 然后我自己也发现好像的确是这样 所以还是要多搭配一些美白产品 我可能要再去买一个 那个什么 那个牌子的色修金口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我过几天就要 就是香港这边结婚的话 是领证那一天还是会很隆重的 但我可能要靠遮瑕 就遮住这几个痘痘 好了 那这就是我还蛮精简的一个晚间护肤 就是针对性的护肤 长痘痘 那我们就简单的补睡去痘就可以了 那口花200多买了这些 还有下面这些 这个是我也很爱的蒜蓉酱 然后他也很喜欢 然后还有这个潮粥辣椒油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大陆的时候 我总是买不到 但这个我超级爱 就是有的时候会在餐厅偷偷的 偷一两包回家的那一种 这鸡粉呢说实话我自己是不用的 但是他买了就买了吧 然后这边三个粉都挺突突的 我觉得我之后可能会重新买 那我们买一个很潮的瓶子 把它倒进去就好了 你买一个很潮的瓶子要几百块 那它也不用再几 神经病啊用一辈子 我买一个好一点的也就三十几块 玻璃品会发黄吗 玻璃品会发黄吗 胡说八道 好了 然后这些东西 再加上这个三文鱼 还有这个鸡排 然后还有两包那种牛肉丸子 它花了200多 看一下我买的 我买了蘑菇 然后这是小米椒 特价哦 好像也不是特价 它就是组合价 柠檬 还有这个是 他说他要腌它的鸡排 但是他去健身了 然后来不及了 所以我刚才就去尝试 我明明给他买那个 31块的鸡排 他非要买这个便宜库 对 然后因为我还买了一些别的 让开 就这个粉丝 我还买了 闭嘴 我还买了这个虾仁 我都买的在特价的 然后还买了这个糖果 这你要吃了吧 好吃 这好吃 这好吃 这什么粉丝 粉丝 粉丝 然后还有好大一包 那这个好像不错 但里面有那种辣椒 辣椒面 哦吼 我有带那个葱油 葱油 葱油 哦吼 然后 哎 哦吼 还有买这个面 煮鸡蛋面 还有买这个 熊本拉面 都是那种 淀粉 还有ketchup 还有他等一下要做这个 意大利面 再次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铝泰博 哎反正就是这个保鲜膜 它真的可以让蔬果的保鲜器变更长 隔着这个铝泰博 你根本就不会闻到洋葱的味道 特别好 我们的冰箱 我超爱这个 青森的苹果汁 然后最近沉迷喝那个柚子茶 这个也好喝 这是他喝的鲜奶 然后我做咖啡用的普通的牛奶 在这儿 还有一定要的可乐 你今天要做三文鱼 然后鸡排 但是为什么要用蒜呢 蒜我也不知道 反正什么都叫蒜就很好吃 哦 反正煮什么的 我会煮那个蒜绒西兰花炒 这么丰盛啊 西兰花炒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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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兰花炒蒜头 啊 就蒜绒西兰花吗 蒜绒西兰花炒 叫那个 红椒 红椒 清椒 OK好就是一个素菜 你觉得配配不配啊 配配配配配配 配配的 对 又不是我做 不敢多说话 没事啊你快说 我不做 拜拜 以后都你做饭吧 然后来喝这个我窗外的苹果汁 嗯 你要加点绿茶吗 一杯上绿茶 一杯不上绿茶 OK 一杯苹果汁 一杯苹果绿茶 嗯 苹果蛮可的哦 现在是有 我反正要这样子 要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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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成花这样子 哦 这杯有我衣服堆成的奶油香 我要先去吃饭 你也要去吃饭啊 对 我觉得西兰花炒 我我带你吃饭啊 你会尝试吃好吗 我不来吃饭啊 我不来吃饭 你还能吃饭啊 你可不吃饭啊 你快吃饭啊 你还能吃饭啊 今是像你